焦点45 光合作用 光合自营的生物 包括植物、藻类、蓝绿菌、光合细菌 利用光能 将水及二氧化碳合成糖类的特殊机能 称为光合作用 光合作用的全部过程可分为光反应及碳反应 光反应将光能转变成化学能 碳反应则是固定二氧化碳以合成糖类 光反应 光合作用的光反应将光能转变为化学能 储存于ATP和还原性辅酶NADPH分子中 光反应在叶绿体内的囊状膜进行 光反应必须在光照条件下才能进行 光照是影响光反应的主要因子 碳反应 光合作用的碳反应或称为暗反应 可固定二氧化碳以合成糖类 碳反应发生在叶绿体机质中 经由酵素的催化 一分子二氧化碳和一分子五碳糖合同糖作用 产生两分子干油酸 光反应所产生的还原性辅酶NADPH和ATP 可协助干油酸转化为三碳糖干油泉 干油泉为光合作用的产物 大部分的干油泉会再转化成为合同糖 以便再用于固定二氧化碳 少部分的干油泉则会在叶绿体内合成淀粉 或输出到细胞质中合成蔗糖 温度则是调控碳反应的主要因子 立体 请回答下列有关光合中的问题 绿色植物进行光合作用 其电子传递链过程中的电子来自于何处 此电子最后会传给哪个物质 正确答案为C 光合中的光反应 其电子传递链过程中的电子来自于水 电子传递过程中的电子 最后将会传给NADP+. NADP+,接受电子和氢离子而形成NADPH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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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